我們來上第六課 今天的上課 主要 就是要教大家 我們上一節課 做了一些比較複雜的 資料轉換 那其實回圈應該是蠻熟的 但是就是 我們這節課要教一些 同樣也是資料操作 但是會稍微再複雜一點 這樣子 第一小節還是比較簡單的啦 第一小節是我們現在要找出 就是 我們現在 就是只要給你一份資料好了 你想要從裡面找出 就是可用的數據的時候 第一步就要先把 有問題的數據挑出來嘛 舉例來說 我們這邊給的例子是一個 這個 就是 就是保險申報的一個 範例檔這樣子 那你現在要假設你是一個 就是後台的人員 你想要看看就是 對方申報的資料有沒有唬爛你 這樣子 那這個 首先第一步你要做出的是 這個 把這個不正確的數據把它 挑出來這樣子 舉例來說 應該不太可能年齡有超過130歲的嘛 對不對 那你必須把它挑出來 然後去問一下對方 是不是 是不是 起錯啦 或者是這個 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 那 或者是有一些 這個 違反規則啊 之類的數據 那 這種東西就是 像重複的數據 我們已經會刪除了嘛 對不對 我們有交過 不過其實就是 你學到這裡 你等下學完這裡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 其實 要找出有問題的東西 都不會太難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如果用筆電也可以一起讀了這樣子 這個 應該讀檔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啦 好那這 這筆資料就是有這個 人 然後時間 然後還有他 各個這個 生化檢查值的這個數據 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來注意一下我們要怎麼處理喔 好最最重要的是 最開始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學過的 是對這個 呃 日期做這個 驗證這樣子 這個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學 我們 我們只有學過文字向量 然後 數值向量 還有邏輯向量 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日期 日期其實 目前我們把檔案讀進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們focus到日期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用 索引函數把 日期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我們問個class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factor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 我要怎麼檢查它的日期咧 我總不能一比一比去看吧 對不對 就是R裡面有一個格式 叫Date這個格式 也就是說 呃其實在R裡面你是可以用這個 呃 Date 等於asDate 然後把這個 Date這一個 這個變相 直接把它轉成 這個Date格式 這樣子 當我按下這一行之後 如果你再 問它class一次 你再問它一次class 它就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Date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是R裡面一個 呃很特殊的 向量格式喔 這樣可以嗎 就是 我們雖然沒有教到 但是 欸其實在R裡面的 向量格式非常非常多啦 包括時間 又有時間格式 這樣子 但是 但是其實就是 呃 主要常用的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幾個 這樣子 好那你看它轉還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它的Data 你發現了什麼 欸 你發現 呃 這個日期如果啊 它有出錯的話 它就會被 它就會被篩出來這樣 我們先做一個實驗好了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這個 資料 主要說八月 八月應該沒有三十二號嘛 對不對 八月應該沒有三十二號 所以我們現在 故意把它改成三十二號 所以它應該要被抓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再讀一次檔 看到了嗎 這裡是八月三十二號 對不對 這個 如果直接把它 Estate 之後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再看一次Data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被改成NA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Estate這個函數 它會幫助我們 去 識別 這個東西是不是Data格式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來做 我們 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就是 像 這裡有這個 TestData 它是一個 向量嘛 對不對 現在這個TestData裡面 似乎有兩筆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 9月31 這個顯然有問題嘛 9月沒有31號 對不對 然後 這裡有兩個 2月29號 這個其實你 人為去寫 入偶的話 都非常難識別 這樣知道吧 首先我們要知道 哪一年的2月29號嘛 每四年才一次 對不對 好 那 現在你問這個TestData 它的class 它就會告訴你是文字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把TestData 欸 等一下 我們如果把TestData 強迫它轉成 轉成Data格式 這樣就是我強迫把它轉成Data格式 然後把它覆蓋掉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你問它class 它就會告訴你Data 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TestData 好 這兩個就被改NA了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 TestData AsData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檢查日期 這樣 然後 檢查錯誤了 它就會給我NA 的Response 好 那我要怎麼把NA的挑出來咧 我們可以用 Is.NA這個函數 你可以看一下 注意一下這個函數 Is.NA 然後我們現在要喊TestData好了 TestData是一個長度為4的向量 對不對 長度為4 你可以用Lens去問它 當然你直接看也可以啦 好 長度為4的向量 你問它Is.NA Is.NA這個函數是去檢查 你的這個向量裡面 哪些地方是NA 然後它要回傳一個True Force向量 就是邏輯向量 這樣可以嗎 那 這樣子的話 所以Is.NA這個函數就可以理解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 把Data裡面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Data 然後我們用前號 RongData就是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變相嘛 對不對 它等於Is.NA 然後 Data裡面的Data 好 那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先看一下原來Data長什麼樣子喔 好不好 原來Data是不是這裡是NA 然後這裡 現在是沒有RongData這個變相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喔 我們現在就 執行這一行程式嘛 我們再看一次Data 這裡是不是有RongData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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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變相 並且 它在這裡寫True True代表什麼 它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 你可以用索引函數 這個索引函數 這個索引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選擇RAW對不對 它在痘點的左邊選擇RAW 選擇條件是什麼 RongData這個變相等於等於True的 所以這就是有問題的Data嘛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把有問題的Data抓出來 我們按下Enter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找到了一筆 這是我們剛剛 故意 把那個Data 把它取消掉的那一筆 這樣可以吧 好 可以齁 好 我們繼續 所以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把這樣的程式碼 稍微整理一下 從現在開始 我們寫程式碼的時候 因為開始要寫得比較長 我們一樣 我們都希望你寫在語法裡面 這樣子 我做一個示範好了 就是這邊 加號這裡 開一個Rscript 然後你可以先把它存下來 比如說我現在第六課 對不對 我把它存在第六課 然後這個叫Test好了 好 存下來之後你在右邊有看到Test 對不對 那 你把它複製下來 以後你們寫語法的時候 我希望都是用這個 就是 就是 寫在這個 點R的這個檔案裡面 然後它執行的時候 警號代表是註解的意思 警號代表不會執行 就那不是程式碼 你可以在旁邊打註解 這樣子 那 以後為了未來 你們要看程式碼的時候 要看得懂 對不對 這個程式碼有一些 程式碼在這個 編寫的過程中 有一些 訣竅要記得 第一個是 這個 你盡量要給註解 然後要 格式要完整 那第二個是 最好不要有多餘的指令 什麼叫有多餘的指令 舉例來說我剛剛 做到一半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看一下 head的Data 然後來看一下它 長成什麼樣子 這種指令喔 這種中間Check的指令 你應該把它刪掉 因為不然的話 以後你執行 這個語法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 我把它寫成這樣一個程式碼 錦號 read data 然後下面就是 讀檔的程式碼 然後接著我可以寫說 錦號 rule 1 我是在 Check data format 對不對 好那你看我現在 全部執行一次之後 我如果已經存成一個語法 現在已經變成text之後 我可以直接按 source來執行 我先把它清空喔 我直接按 source來執行 喔無法開啟檔案 因為我這邊要 讀那個 Lesson 6 裡面那個 儲存之後我可以直接按 source來執行 Source完 這個Data 是不是已經被我抓出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Data 好這邊是不是RomData出來 並且這跟剛剛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就盡可能 就是把檔案存成語法 然後存在RStudio Project下面 這樣子 那以後 未來我們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執行語法就好了 現在是在幫助我們大家 自己建立工作流程 就以後 假設 這一筆資料 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 我們 我們這個 他每次一多 難道我們所有語法要重打一遍嗎 當然不是啊對不對 我們應該制定出一個工作流程 然後 每一次檔案有更新的時候 我就重新執行一次 這樣就好了 這樣懂嗎 好我們繼續 好那接著下一個 我們想要檢查的變相是Stage Stage這個函數 Stage這個 Stage這個變數 它是這個 我們現在這裡用的是這個 EGF 就是 慢性腎臟病的這個期別 這個期別啊 最多 按照我們目前的定義就只有1到5 1到5 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 去Check 裡面是不是有 不帶1到5裡面的數字 首先我們就可以用%&% %&% 是不是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面 右邊 那 這個東西 如果它是1到5 就會回答True對不對 如果它不是就會回答Force 可是我們現在想要把有問題的抓出來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驚嘆號 讓它的True跟Force是反過來的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做一個實驗 一樣我們把這個Data把它抓出來 我們現在把這個 呃 這個Stage Stage在這裡嘛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 故意把這個第三筆字要改成第六期好不好 這個是錯的 我要把它抓出來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檔案讀進來 再讀一次 好你現在看一下Data 這裡是不是第六期 這個是有問題的嘛對不對 好那所以 我可以用這一行指令 ROM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次Data 我看到第三筆被抓出來 因為它是第六期 這樣可以吧 好那同樣的 我可以用索引函數 把ROM STAGE 等於True的把它抓出來 唉唷 怎麼那麼多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一次抓了那麼多 是不是有問題 為什麼會一次抓那麼多 是因為 它同時還有NA 對不對 它抓出來的時候 同時還有NA 就是等於True 等於FORCE的當然更多啦 對不對 它其實你在下這行指令的時候 除了等於True以外 它還把NA的抓出來了 所以我通常不希望 把NA的抓出來對不對 我不希望把NA的抓出來 我不希望把NA抓出來怎麼辦 怎麼辦 我可以在這裡 And ExtendNA 我希望它Stage如果是NA的 我就不要抓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驚嘆號 ExtendNA 就是Stage我不要NA 同時 ROM STAGE等於True的 這樣子 我才要抓我的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只抓到 剛我修正掉的那一筆 這樣可以吧 好那知道怎麼抓了喔 還是 我看這邊Stage 它其實怎麼可以在這 你說這一行在做什麼嗎 對 這個注意一下喔 這個我們剛剛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你會看到 它是不是 這個 第六期這個是錯的嗎 有抓到 可是它同時還抓到了什麼 是不是這邊有很多 Stage是NA的 StageNA就代表錯了嗎 NA沒有代表錯嘛 對不對 它可能只是沒有輸入那筆資料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想要把 這個 我們只是想要把這個 就是 真的錯了 但是 同時也不要有NA的抓出來 我是不是要給它加條件 在所有的函數這邊 給它加條件 怎麼加條件呢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AND AND 驚嘆號is.NA 驚嘆號是反過來嗎 驚嘆號我們最後再來想 isNA DataStage 它回傳給我的 是不是一堆邏輯向量 有些地方True True就代表NA了 FORCE就代表不是NA 對不對 我給了驚嘆號 是不是True跟FORCE就會反過來 這樣可以吧 那我 用AND 給它 交集 我用AND 給它交集 是不是就同時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才會被我抓出來 可以吧 好 所以說 我用這個方法 我就可以抓出 只有 這個錯的 但是不是NA的 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注意一下為什麼NA會被抓出來 因為你問他%%%1到5嘛 對不對 他NA的一樣 也不在1到5裡面啊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在說什麼 我是 1到5 然後再 AND NA 那你要這樣寫 這樣子 好這樣子的話應該是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省下來了 這樣可以吧 那注意喔 你要加的話 你要把向量合併的話 你需要用這個 C 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樣子 Na 就在裡面了嘛 na 我不要 這樣子我就可以省下來了 好 這樣可以喔 我們繼續 好 我們繼續一樣 我們來寫一個 Raw 3好了 這個我一樣把警號蓋起來 Raw 3 好 我們現在啊 想要看看這個 GFR 如果大於150 如果我們預設他應該要介於0到150之間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違反規則抓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先 把 Raw 1 GFR 把它抓出來 這是一個新的變相 對不對 來注意一下喔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Data 現在是沒有 Raw 1 GFR 的對不對 Rong GFR 的這個變相 對不對 那我現在產生一個新的 Raw GFR 的這個變相 並且 我給出所影的函數 對不對 所影怎麼勒 所影如果 GFR 大於150 或者 這個是或對不對 這是連擊 或者 缺乏小於0的 我就給他負值 給他True 當你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看一下 我們先執行這一行 看一下效果喔 很多地方都NA 對不對 那有些地方被改成True了 為什麼會很多地方NA 因為 你只有命令我把這些改成True 對不對 他如果 不滿足這個條件 只要15.9 這個在這個範圍 這個沒有在這個 150以上或者0以下 對不對 他不知道你要填什麼 所以他就 他只有把這些東西填成True 那如果我在執行下面這一行 意思是什麼 我利用所影函數 把GFR小於150的 同時 GFR大於0的 把它改成False 對吧 我們現在在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你再看一下Data 這些地方是不是就被我填入False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 所影函數真的是非常好用喔 如果我要 如果我要 找到某一個特殊條件的 甚至要填東西 我都可以利用所影函數來做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那同樣的 如果你直接把 你直接把 弱GFR等於True的 然後 這個後面是我們鎖定Colon 這樣子 如果你直接執行這一行的話 你會發現 你找到一大堆 找到一大堆都是NA的 對吧 好 的確有一些是很離譜的數字 對不對 可是你找到一大堆是NA的 你要怎麼把NA去掉 跟我們剛剛學的那個一模一樣 我們在這裡再加一個條件 同時 is.na 這邊要給個金探號 Data裡面的 GFR 我要它不是NA的 我才要留下 這樣我在執行這一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喔這個 這一些就是 這一些就是我覺得真的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嗎 當然啦 剛剛那個 剛剛浩全講的那件事情 我們一樣可以做 我們可以在這邊給條件 對不對 我們可以這樣 假如這邊先括號起來 它同時 滿足這個條件 同時is.na 它不NA嘛 它不能NA 這樣可以吧 它如果不NA的話 我們才能說它是True 對吧 Data裡面的MDRDGFR 那這裡呢 下面的條件一樣 我們把它括號起來 或者是 is.na Data裡面的 MDRD.GFR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執行 我如果存不在執行室 我執行這樣下來 這樣子的話 NA的 是不是就被丟到了 FORCE這裡 好 我們現在就不加條件 我們直接按這一行 它出來的就是 我要的東西 這樣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啊 好不好 看你 看你想要怎麼定義 那個 新的這個 ROMGFR這個變相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練習題啦 這個 請 首先請 開啟一個語法 按照我的語法去編輯 然後覺得說 你等一下可能是RAW4 點點點這樣繼續 好你要加什麼入侯勒 請你加兩個入侯 第一個入侯是 請你選出一個生化值 然後設置連續變相驗證規則 跟剛剛GFR非常像 好不好 好剛剛GFR是0到150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你們要設什麼 好不好 我們建議我們就找出 這個 舉來說 MCV 小於50的 或者是大於120的 把它抓出來 小於50 或大於120 把它抓出來 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很簡單嘛 這個我相信等一下 我們馬上就做出來 第二個是 請你檢查Stage跟GFR的關係 這個需要一些創意喔 這個要檢查什麼勒 如果 GFR在90以上 就是這個 MDRD GFR 它如果在90以上的話 我就 我希望它的Stage是1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它是60到90 我希望它的GFR是2 30到60我希望是3 15到30我希望是4 15以下 我希望是5 我們要看看 這兩者的關係 是不是 真的按照 我現在講的這個關係 如果不是的話 請你把它找出來 這樣懂嗎 第二題要稍微想一下喔 當然我等一下做到一半 我看各位的狀況 我可能會給提示 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就做這兩個規則 先寫出這個語法 然後 繼續往下寫 做標準格式 好我們現在開始做 我們剛剛說MCV要 這個50到120 對不對 這個做法其實跟 GFR完全一樣啦 其實你完全可以複製這一串 然後貼上 然後我們把 GFR給MCV 好然後這裡 DATA裡面的MCV MCV 好這裡也是MCV 這樣可以吧 那 那 120嘛對不對 我這邊改120 這邊改50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同樣的這一行一樣 然後這裡MCV MCV MCV 然後一樣改120 50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裡可以改MCV嘛 對不對 好這樣子的話我們來執行一下好了 這個 這裡 這裡 對不對 對 好 好你看到了嗎 這裡是不是MCV有點問題的都被我抓出來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了解我在做什麼嗎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Rule 4做完之後 我們的Rule 5 比較 比較困難一點 我們的Rule 5 我們要做什麼勒 我們要檢查它是不是有相對應的關係 對不對 好我們來怎麼檢查相對應的關係 咧 比較好的做法 如果你現在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比較好的做法其實是 自己產生一個新的Stage 然後再用那個新的Stage 跟舊的去比對 看有沒有一致 好什麼叫新的Stage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寫啊 假設Data裡面的NewStage NewStage然後我們可以給條件啊 假設說 Data裡面的 Data裡面的GFR 如果大於90的話 我們就給它1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可以複製這行 Data裡面的GFR 小於等於90 那我就給它2 這樣可以 這樣看懂我在做什麼嗎 我們可以一直複製下來 這邊改成30 60這樣就是3嘛對不對 這邊先改成45 好然後15 這個 這個 30 然後接著小於等於15嘛對不對 那小於等於15 我們可以把這個條件給刪掉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產生了一個 NewStage這一個變相 好 我產生了NewStage這個變相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 整個資料表現在長的什麼樣子 現在這裡是不是有NewStage 那我是不是要檢查 Stage跟NewStage不一致的 不一致要怎麼檢查 不一致可以用 它兩者是不是相等就好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來 Data裡面的 Rong Stage RongStage2 因為剛剛已經有RongStage了嘛對不對 它等於什麼勒 等於Data裡面的Stage 它不等於 是金燈號等於對不對 不等於Data裡面的 NewStage 這樣子 我執行完這行之後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 它是不是就 像這個就True嗎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把它改成6啦 這個6一定是錯的嘛對不對 好 那 我們 一樣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把它給它抓出來 我們在這裡 我們這裡用這個GFR這一串好了 不要抓MCB RongStage2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 好 一樣抓到一堆NA對不對 抓到一堆NA 怎麼處理 抓到一堆NA怎麼處理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在這裡 除了它要不等於以外 除了它要不等於以外 同時我希望它的Stage 它的Stage不是NA 這樣我才要把它變成True 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趕Rong Rong這一行 再看一次 欸你看這個就是不一致的 Stage 這個我看不到那個wrongStage 像這個一定是錯的嘛對不對 那這個 30、60 這些臨界點 可能是我們在小於等於的部分 就是有設的不好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說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稍微比較開放心一點 就是我沒有示範過 可是理論上一樣也可以透過 就是我們學過的東西 然後把它做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剛剛講說用迴圈座啊什麼 其實也都有機會可以做出來 做法不只一種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第二個驗證規則 第二個比較難喔 就是你們要跟著思考 我才比較有機會學會它 這樣子 第二個是 呃 我們希望這樣子啦 就是我們現在這筆Data 呃 這是某一個人 然後某一天申報嘛 對不對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那個時間趕回去好了 我們先把時間趕回去 這個 8月 剛剛是8月8號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 第六期 這個其實本來是第四嘛 這樣子 好 我們先把它改回去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啊 呃 這個人 他第一次申報的時候是5月31 第二次申報是8月8號 第三次申報是10月17 好 假設你現在是這個 幾副 幾副單位好了 你規定是說三個月只能申報一次 那如果有人太密集了 你就要把他挑出來 那這件事怎麼做咧 這件事是不是 聽起來有點難 好啦我們來想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好不好 好我們要把人挑出來對不對 那 我們要首先 我們可以 我們會 我們一定是用迴圈做嘛對不對 因為人有很多個 所以我們 第一件事是不是要確定有幾個人 在我們Data裡 怎麼做 怎麼發現有幾個人 蛤 什麼程度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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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s喔 抓Patient 好其實就是 稍微想一下應該就 可以發現 我們先 我們把Patient的先 那個 先把他Factor化 然後再看Level 然後再看長度嘛 對不對 對吧 這個我們已經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用這招了對不對 所以 第一件事 我們要先把他轉成Factor 因為他本來是 他本來可能不是Factor格式 這樣知道嗎 像這個病例號 他通常是這個 整數格式 這樣知道吧 好那我們先把他變成 Factor之後看Levels 我們現在把下面這邊刪掉啦 我不想用他了 這樣可以吧 好 Levels patient 當然按RUN之後 現在這裡是不是 所有的病例號 好所有的病例號 下一步 N.patient 我們就可以知道 現在總共有 幾個Patient 對吧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接著 有了N.patient之後 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你應該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只會填數字 我們應該要用 產生一個空的東西給他填數字 對不對 那我們顯然 因為他的重點 我們是要看哪些人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對不對 我們可以 repeat N.patient 次 N.patient 就是22309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產生X 這個X是等一下我們要填的 向量 一個一個填上去 第一個 如果是True 就代表第一個人有問題 如果是False 代表第一個人沒有問題 現在他是一堆的NA 總共重複了2309次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 我們在寫回圈的時候 我們通常 在寫回圈的時候 我們會 使用這個 就是我們都先等I等於1 然後這樣子去測試 這樣可以吧 因為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就是I等於1去掉 然後我們把下面所有程式碼 打包成I回圈 這樣就可以做完了 對吧 I等於1 然後我們首先要檢查第一個人 首先檢查第一個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把第一個人的Data 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Subdata 對不對 這一招我們好像上一次有用過 對不對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上一次是不是要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然後把它做這個轉制 然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把第一個人 因為這樣有助於我們Focus的目標 所以我們先把第1個Patient 把它抓出來 這樣子 好 你看一下Subdata 好 這是第1個 這是第1個人 對不對 第1個人總共有這幾筆 好 所以這兩筆顯然是有問題的嘛 這一筆跟這一筆離得有點太近了 對不對 之後隔那麼久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是申報單位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有問題 那我要怎麼看這個人有問題咧 關鍵就是 關鍵就是Subdata裡面的Data嘛 對不對 關鍵就是這個 對不對 那關鍵是這個之後 我們要怎麼處理咧 我們是不是 欸首先 對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它現在是Factor格式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在最開始的時候把它改成 把它改成那個 就是 Data的 Data的格式這樣子 好 做完之後我們再重做一次咧 我們再看一次 Subdata 好 現在這是Data格式嘛 對不對 Data格式可以直接相減咧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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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要知道 我們要怎麼相減咧 我們 想一下 我們其實就是要第二筆 減掉 Subdata 的第一筆嘛 對不對 這樣我可以減出38天對不對 然後接著 第三筆 減掉第二筆 這樣可以吧 我們要做這兩件事對吧 我們要做這兩件事把這兩件事保留起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產生一個 長度為2的空向量 為什麼2 因為總共現在有三筆 我們要產生長度為2的空向量 然後去填入2-1和3-2的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我想要做什麼嗎 可以吧 那 所以我們先 Subdata產生完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n.dat總共 總共長度為3對不對 用lamps或nraw都可以 這樣可以 好那接著 如果n.dat大於1我們才要做事喔 可以理解吧 為什麼 因為如果n.dat等於1的話 那基本上我就不用做這件事啦 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還要相減 就是他怎麼可能還需要相減咧 對不對 就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所以要n.dat大於1才要做事 要做什麼事咧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先產生一個空向量 這個空向量的diff diff這個空向量 等於repeat na n.dat減一次 因為如果三次我就要做兩次 如果四次我就要做三次 這樣可以吧 可以了解我在做什麼嗎 好接著 做一個k回圈 k回圈 每次都是k加1 從1做到 n.dat減一次嘛 每次都是k加1 減掉dk次的dat 所以剛剛第一次 k等於1的時候就是第二筆dat 減掉第一筆dat 對吧 然後 這樣子 我全部執行一次 現在是不是產生了diff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告訴我38跟1493 這樣可以吧 這是 每一次間隔的天數 好我們繼續 好那 這一段程式碼 其實 這一大段程式碼 就是相減的這一段程式碼 我們用回圈做 對不對 其實有個函數叫diff 可以直接做 就這一串 這一串其實是可以被取代的 這一串就是 用回圈填數字這個 我們應該就是 反正我們不會 任何函數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用回圈做到這件事 對不對 可是這一串其實可以改成 diff subdata裡面的data 看一下喔 這樣我是不是產生了38跟1493 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注意喔 這個東西 我們要把它 存成diff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們才會留下嘛 對不對 同樣的也是要大於一筆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做 好 這樣子 這個 結局是一模一樣的喔 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想要了解 有沒有小於三個月的 三個月是九十天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diff f diff已經產生了 那我們diff 要怎麼看有沒有小於三個月 是不是可以直接問diff 它是否有小於九十的 是否小於九十的 如果有true 是不是就是有問題 我要怎麼檢查 這一串像量裡面有true 我是不是可以用 true percent in percent tru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如果有是不是就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沒有 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這個要括號啦 這個要括號 這個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叫check的 check等於diff小於九十 這個check就是一個邏輯向量 對不對 check就是true跟false 對不對 那有true嘛 對不對 有true我們可以用 percent in percent check來做 好 這樣子 就代表這個人有問題 對吧 這個人有問題 我們要把結果存下來 對不對 存到哪裡 就是存到這個x裡面 x裡面的第i格 我就要填上這一個 這一格 這樣可以吧 x 第i格 等於 好 這樣是不是 我就做完了 可以吧 好 那當然啦 這個做完 這個 這樣子做完 這樣第一個 第一個我就填進去 好 不過 需要做的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這是 undate如果大於1的時候 我該做的事情 如果undate else 如果undate 它 等於1 那基本上 我可以直接填入false 對不對 我不需要做檢查 這樣可以吧 false 好 所以其實 完整的回圈應該長這樣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東西打包成回圈了 好 我們來把它打包吧 for i in 1到多少 呃 n.patient 對吧 好 把這一串把它全部打包上去 好 那我就可以按 run 好 它執行了一段時間 這個 大於這個符號還沒有出來之前 就是它都還一直在做 好 現在做完了 做完了 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x x是不是有一堆true跟false true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人有問題 對不對 false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人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看到 true是哪個人 forse是哪個人 想得到嗎 這個我們都教過 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的鎖影值 去使用levelpatient的鎖影函數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不是人 這是不是人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利用鎖影函數 然後去看一下x x等於true的時候 他人就會秀出來嘛 所以 這些人有問題對不對 1號 2號 3號 4號 這些人都有問題 10號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結果 填回我的資料表裡面 我的資料表是不是 原始是不是data 原始是不是data 這樣可以吧 而且它順序也不一致 個人的順序也不一致 我要怎麼填回去 填回去的方法 我們可以使用 這個x 這個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好不好 好 欸 我們把它拉到下面一點 好這個x labelspatient 可以幫助我們找出 哪些人有問題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看一下怎麼做 我們可以用 data 從data interval 等於 data patient 這個data patient 是原始的 很亂的 這個data patient 對吧 就是 人數就是 每一個都不同 然後它是不是 percent in percent 在我們後面這些 被我們抓出 有錯誤的人裡面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percent in percent這個函數 非常好用 它不斷在檢查 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那 右邊現在是我們錯誤的人 對不對 我們檢查左邊這些人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有的話就給true 沒有就給false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 wrong data interval的 那我們可以把 data裡面 wrong data interval 等於等於false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抓出來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 欸 一個都沒有 太扯了吧 應該有啦 我到底 我哪裡出錯了 看一下啊 喔我 我這個wrong打錯了 好這些 這些人就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一下 像1222這個人 這個只有一筆的就算了 對不對 1222這個人是不是 每一次間隔時間 的確都是剛好 夠的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我們 就透過這個方式 做出了 找到了 這個 data interval是有問題的人 好 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思考 邏輯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步一步這樣做下來 好 現在我們要做練習題了 首先當然 你需要完成一下 剛剛那個步驟 對不對 並且 把這個語法寫下來 寫下來以後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是 如果 我們剛剛只有看 Data嘛 對不對 然後 而且我們會用 Diff這個函數 算出Data interval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這個MDRD GFR 是病人的聖功能指標 一般來說 變化不會太大 變化太大 通常代表了 有一些什麼問題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們希望啊 呃 你可以找出 GFR的變化量 平均一個月變化超過2的 那你可以去算斜率啦 就是 你每一筆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這一筆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舉例來說 這兩天 這兩個時間 上下這兩筆 這兩個時間 差別可能是 我隨便講啦 舉例來說差別可能是55天 這樣子 那他的GFR 差別是 9嘛 對不對 那我就要9除以 這個天數 差1 這兩個相減 這兩個相減的值 除以 這兩個相減的值 然後 看看他有沒有超過 這個 某一個我們定的值 那個斜率嘛 對不對 那我們定的值 每個月不能超過2對不對 所以2除以30 因為這是每天嘛 這個是 這個是每天的斜率嘛 對不對 對不對 2除以30 他不可以 大於 這個值 或者是 小於 負這個值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 正負2嘛 這樣就是每個月沒有超過正負2對不對 請你把它做出來好不好 然後 然後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你可以用那個 進度條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進度條這個函數要怎麼用 我們來把它放到上面來 以這個函數為例 我們在4回圈的外面 給一個pb等於txtprogressbar max等於unpatient 然後style等於3 接著 回圈做到最後 我們就要set txtprogressbar pb i pb就是我們這個progressbar i就是我們的這個 隨著 它一直跑的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現在按source的話 這個定度條就會跑出來 這樣我們才知道要等多久 這樣懂嗎 好那我們就來做一下這個 就是練習題好了 好就這樣 好 來這一題的關鍵是這樣子 首先我們先把i回圈給拆開好不好 因為不然的話 我們 我們很難 很難那個就是 我們很難 就是在回圈裡面 就直接把程式碼改完 這件事情很少人做得到 你要非常熟練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先把 把它放出來 i等於1 一樣再做一次 好那 我們來先執行到endate這裡 好現在的subdata 是不是 我有gfr 也有日期 對不對 然後我說 它每個月不能變化超過2 對不對 我要怎麼來檢查咧 首先 一樣我先看一下ndate是不是大於1 大於1 大於1我才要做 然後我這裡先把 data把它減出來之後 這個data是不是 38跟 14 63 對不對可以嗎 那同個時間 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 diff.1gfr 點gfr 點gfr 好 這一行執行完了之後 是不是-3跟-5 它往下3 往下5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要這個除以這個 diff.1 這樣我才會知道它一個月變化多少 對不對 現在直接除應該是一日變化多少 對吧 好那我現在 把這個東西 把它除以 diff 這樣對吧 當然按一下enter之後你就會發現不行 阿 好其實我給你們埋的坑是這個啦 好那為什麼不行咧 有沒有人要看一下 為什麼不行 他要警告 警告訊息是什麼 他說第二個 東西 他不能夠被除阿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 diff.1 object 看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是好像 是物件屬性的問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class來確定一下 diff.1gfr 這是numeric numeric應該是可以被除的對不對 那diff呢 他是diff.10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物件屬性對不對 那要怎麼解決 把強迫他轉成numeric嘛 對不對 diff 如果把他強迫轉成asnumeric 他是不是被我強迫轉了 我把他強迫轉了之後我再除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這是不是就是日變化率 好 當然我還要乘以30啦 這樣就會變月變化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就是月變化率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可以把他 叫做slope 等於 這樣可以吧 那slope 我這邊check就可以解 slope 大於2 或者是slope 小於2 然後把他括號起來 是不是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我的check是不是 後面就一模一樣了 一個true一個false 為什麼這個超過2 這個小於2 負二了嘛對不對 這個 這個ok這樣子 好所以說 我後面是不是又可以把i回圈打包起來了 4 i 1到多少 n.patient 對不對 好這樣我是不是 然後我要怎麼加進度條 來 外面 回圈的外面有pb 回圈的裡面 set txt progression bar pb i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用進度條做完囉 好不好 好那你 呃 就是 到這裡我 呃 其實 我的 前面的示範跟我們練習題的答案其實沒有差很遠對不對 就是其實 你只要 你要了解我在做那件事情是怎麼做的 這樣可以齁 然後 呃 你一開始一定是覺得很不熟悉啊 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 呃 你多寫幾次之後你就會發現寫回圈沒有那麼難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一樣我們把這個 就是 data裡面有問題的data把它抓出來好不好 欸 就data 然後data rong data interval 等於等於 false的 我們把沒有問題的抓出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欸 這個病人 你看 他維持的都很穩定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 這個病人 呃 因為他間隔了很久 所以他上升的幅度 那像這個病人他就一直維持的很穩定 這樣我就可以把穩定的人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呃 是 就是 應該是最難的部分 剛剛那個做法我只是把有問題的人挑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有問題的人是不是很多 好 就是 實際上你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人真的想要測試你的底線 你就類似像剛剛那個樣子 假如你現在 你現在是這個健保局好了 我明明就規定三個月申報一次啊 但就是會有人測試你的底線嘛 對不對 那 你要怎麼解決 你應該最好的解決方法不是把人挑出來 而是把有問題的比數挑出來 對不對 欸可是把有問題的比數挑出來這件事本身 有點難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來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就是假設I等123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I等123這個人好不好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他全部刪掉喔 好不好 就是 到這裡我們都刪掉 好 I等123 我把I等123這個人抓出來 我後面的鎖影是 我只要秀這幾個column 對不對 好 我把I等123這個人抓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欸 為什麼不給我抓出來 喔 Rodate Interval 這個 這個column可以丟掉了 這個病人啊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病人 我挑出來這個病人 他有什麼特色好不好 來 這一筆顯然是不符規定對不對 這一筆不符規定 我把它刪了之後 下一筆可不可以 是不是符合規定 可以嘛 對不對 可是下一筆符合規定的話 我是要跟哪一筆 哪一筆相減 我是要跟這一筆相減喔 這樣知道嗎 也就是說我要一筆一筆檢查下去 第一筆絕對是ok的 對不對 第一筆絕對是ok的 但是 第二筆要減第一筆 但是第三筆 不可以減第二筆喔 因為第二筆如果被刪掉了 我就應該減第一筆 對吧 你們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很複雜對不對 我們本來是 每一個都是後檢前後檢前 這樣就結束了對不對 可是舉例來說 像 你減到這一筆 你 3月1號跟6月26 呃這個好像 呃 好就是 就是我 我 我這一次 我覺得我要檢查這一筆的時候 像這兩個 這兩個離的好像 呃我來 我來找個 這邊我 有一個範例 好這 這一筆要刪掉嘛 然後這一筆要留下來對不對 這一筆留下來 這一筆刪掉 這一筆就要留下來 對不對 這一筆留下來之後 這一筆刪掉 這一筆 這一筆 剛好三個月 好留下來 這一筆刪掉 這一筆 這一筆 呃 可是如果你直接後檢前的話 這一筆為什麼可以留下來 是因為這一筆被刪掉 所以他跟他差超過三個月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都是後檢前這一筆 就會小於三個月 就會被刪掉對不對 所以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難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你因為他是 我每一次要檢的對象 不是都是前一筆 而是前一個可以的 這樣懂了嗎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看過示範 你才會知道他也做得出來 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怎麼做 首先 在我們現在的規則裡面 我們先把 Rong Data Interval 要先創造一個新的變相喔 我們總是要填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產生一個 空的Rong Data Interval 這樣可以吧 像我們剛剛是先產生X3的填空 對不對 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要直接刪比數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寫在Data裡面 這樣可以 因為他的長度應該是跟 資料比數是一致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 好你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Rong Data Interval 第一筆就是 第一筆就是一定是 第一筆一定是FALSE嘛對不對 注意我這邊用了兩個連續的 所影符號來做喔 我第一個所影符號 抓出來的是 有很多個NA對不對 因為 用第一次所影符號 我把Rong Data Interval 抓出來嘛對不對 然後把 阿一個病人的抓出來 然後這裡面的第一筆 我強迫他改為FALSE 那這樣子我在看的時候 你看到第一筆 是不是已經被我改為FALSE了 所以我所影函數 是可以連續使用的喔 這個 這個 這個你可能 你可能 你可能沒有意識到 我們之前已經示範過了 我們之前在做LIST的時候 是不是 先 找出LIST的某某東西 然後再去裡面找東西 所以 所影函數是可以連續使用的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我一樣 我先找出資料表裡面的 這一串項量 然後裡面的第一個 我強迫他改為FALSE 對不對 好所以這是I回圈 那 K回圈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做下一個 就I 或是J回圈好了 好 K回圈 K回圈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我們一行行看 這個K回圈啊 我們做的時候 K等於2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從第二筆開始做 第二筆開始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要找出 這個 ROM DATE INTERVAL 並且他不是NA的 因為NA就還沒做嘛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 我們要找出上一筆的日期 這個是FALSE 而且不可以是NA 這樣子 這個才是我有發錢的 日期嘛 對不對 好來 所以我們條件是 這個人 他必須是DI一個patient 而且 他的DATE INTERVAL 必須是FALSE 而且 他的DATE INTERVAL 必須不是NA 然後他的DATE抓出來 那我打下這一行之後 這個FALSE DATE 是不是就是 目前我有發錢的日期 這樣可以吧 目前我有發錢的日期 目前我有發錢的日期 裡面的 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 是不是 LENSE DATE 等於FALSE DATE 然後用索引函數 把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就是LENSE FALSE DATE 就是最後一筆嘛 對不對 假設我長度為2的時候 我這個抓出來就是最後一筆 長度為3 抓出來的最後一筆 這樣我是不是把 最後一筆發錢的日期 給抓出來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相減了 這樣懂了嗎 我就可以用 現在的 當下的日期 DK比日期 DI個patient的DATE的DK比 減掉LESS的DATE 等於DIF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有沒有跟上啊 這裡有沒有跟上 給我一些回應 有嗎 看不懂沒有關係 看不懂沒有關係 想不出來沒有關係 但是有沒有跟上我的邏輯 首先先找出 第一筆一定是FALSE 對不對 接著找出 這個是FALSE 而且不是NA 而且要DI個patient 所以前面有3個 DI個patient 是FALSE 而且不是NA 對不對 找出他的DATE 找出來之後 是不是有很多筆 很多筆裡面 我找出最後一筆 DATE 這是最後一個有發錢的時間點 對不對 然後 把當前的時間 DK個時間 因為我剛剛在做K2這裡 對不對 把當前的時間 減掉 最後一筆有發錢的時間 我就可以求得DIF 這個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 他如果 有大於90 如果他小於90的話 就是True True就是我 如果他小於90就是True True就是 這是有錯誤的嘛 對不對 那我就不發錢了 好這樣子的話 你看一下 我現在執行完這一串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人 第二筆是不是True 間隔太近了 好 那我們把K等於3的時候 再做一次好不好 K等於3 這裡再做一次 然後我們不要 直接把他打包整K回圈 這樣太快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人的資料 現在是不是有兩筆FALSE 我們剛剛K等於4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喔 K等於4 然後 這一行執行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FALSE DATE 有哪 是不是有兩筆 兩筆有發錢的 可以嗎 然後LESS DATE 把最後一筆抓出來 是不是剩下 2017年1月2號 接著 把DK比 DK比現在是第4筆 對不對 第4筆這個 把它減掉LESS DATE 產生DIFERENCE 這個DIFERENCE 是不是40 接著我再把結果填進去 我們再看一次結果 好現在這個是不是又True了 好 K等於5的時候再做一次 True 又有問題了 但K等於6的時候 它是不是應該要正確了 對不對 好 沒錯 那K等於7的時候 你再看一下這個FALSE DATE 是不是就有三筆 然後LESS DATE 是不是就最後一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有FOLLOW我的邏輯嗎 這樣可以吧 當然你會覺得這個邏輯怎麼 你可以 其實你慢慢想就知道怎麼做了 其實 寫程式最重要的做法就是 你現在看整的資料 你覺得要怎麼做 這樣知道嗎 我總是要剪掉最後一筆 你可以先想一下我要怎麼剪 然後你再用索引函數 把那個東西抓出來 然後你再真的去執行剪 現在這樣K回圈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打包成回圈了 我現在把K打包成4 K贏1到多少 N.DATE對不對 我應該在這裡先把N.DATE先算出來 N.DATE等於LESS 這一串 你看 就是我看一下這一串有多長 對不對 然後 if N.DATE大於1 我才要做回圈對不對 然後K是不是從第二筆開始做 第二筆到N.DATE 這樣可以嗎 第一筆不用做嘛 第一筆在這裡已經給他了 對不對 如果N.DATE大於1的話我才要做 下面全部把它貼上去 貼到4回圈裡面 if這個大於1我才要做 然後我把這個回圈把它放到上面來 好我現在第123個人我把它全部做完一次給你們看 這個是不是第123個人 FORCE的地方就是要發錢的 TRUE的地方就是不發錢的 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 我們再故意再換一個人好了 我們換第56個人好了 我隨便喊的數字啦 再做一次 好是不是 FORCE的地方會發錢 TRUE的地方不發錢 有沒有做得非常的標準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I回圈打包起來了 FOR I贏多少 E到多少 EARN點 PATIENT對不對 好這樣我就可以把這一串打包起來了 然後把這個刪掉 全部執行完之後 因為這個回圈有點長 所以我可以創造一個PROCURATION BAR對不對 PB等於TXT PROCURATION BAR MAX等於N點Patient Style等於3 你可以換Style 假如Style等於1的話 它兩邊的線就沒有了 我比較喜歡第三個Style 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換啦 SET TXT PROCURATION BAR PB I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做個實驗啦 假如我們現在故意就是Style等於1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條Style是什麼 剛剛還記得第三個Style是什麼嗎 就是 兩邊都有那個 我們按Source 你看到了嗎 它沒有Percentage 就它沒有Percentage 所以我不喜歡第一個Style好不好 我比較喜歡第三個Style 它有Percentage有進度調這樣子 好不好 那它要跑很久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實驗本來就要跑很久了 畢竟我是雙層回圈對不對 而且我那個雙層回圈都不能省略喔 對不對 因為我第一筆沒有做完 我第二筆不能做啊 這樣懂吧 好那所以說 我們的 這一個 剛剛學會這個 請你重複執行次 並且 剛剛我們在檢查Date Interval 是否大於三個月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找出 短時間有劇烈變化 劇烈法它在短時間有劇烈變化 就是剛剛斜率超過2 其實很有可能並不是它的問題 而是 它很有可能是因為去住院的 這樣知道嗎 那它去住院當然可能會 突然跌下來或什麼之類的啦 對不對 它不是控制不好 是可能去住院的 那一筆資料有問題 所以 你現在要把剛剛我們的想法 套到GFR的變化量上面喔 剛剛 我們是不是只要有任一筆 它斜率大於2 我就把它去掉 我就把這個人挑出來 現在是如果發現 這一筆 這個斜率有點太誇張了 我就要把這一筆刪掉 我下一筆 是去比較前 前一個沒有被刪掉的那一筆 然後去看看 會計算它的斜率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 請你把剛剛我們學到的這個技術 放到 EGFR的變化量上面 這樣知道了嗎 好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好不好 好 反正在開始之前 這個 欸 就是 我們剛剛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DATE 它必須是有序的 對不對 它如果是沒有順序的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做的 就是 我們這個邏輯就會出錯 對吧 那 為什麼會無序 它說 第一天它是一個最晚的一天 那什麼天跟它減都是個複數嘛 對不對 是複數的話 根本就不能用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排序 在R裡面要做排序看著喔 好 我們要對DATE做排序的話 因為DATE已經排序過了 所以我們這樣 對DATE做排序 這樣感覺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對PATIENT做排序 DATE DATE 等於DATE 然後ORDER ORDER是排序的意思 ORDER這個函數是排序的意思 DATA裡面的PATIENT 好 這樣子是什麼意思呢 我這一個 我這一個按下RUN之後 它出現的是什麼 12329 12330 12331 然後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不是 這是第幾個 它是不是這個數字 好 所以我用這個東西 當索引函數 它是不是就 被重新排序了 這樣知道嗎 我現在 執行完這一行 你看一下 現在DATA 是不是這個PATIENT就按到順序排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同樣 如果你要做DATE的排序 你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是先對PATIENT做排序 再對日期做排序 但正常狀況下 應該先對日期做 再對PATIENT做 這樣可以 好 這樣就標準了 這樣可以 好 好 那我們 那我們 那這筆是有排序的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要怎麼做 好不好 一樣 我們先把 i回圈把它展開 不然的話這個 太難了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做 對不對 i等於123 然後我們把 ROM DATA INTERVAL 改成 ROM EGF GFR ROM GFR 然後這裡 ROM GFR 第一筆一定是FALSE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全部再執行到這裡 來看一下 呃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病人 好這個 第一筆已經被我填入FALSE了嘛 對不對 那下一筆勒 我是不是要把 最後一筆的日期抓出來 還有最後一筆的EGFR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怎麼抓出來呢 一樣嘛 來我們 一樣K等於2開始 K等於2開始 然後我們先把 剛剛我們這串複製上來 這裡是不是先找FALSE DATA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找FALSE FALSE GFR 我們把這裡複製一下 這裡ROM DATA INTERVAL 要改ROM GFR 這樣可以嗎 這裡也要改ROM GFR 我們把 剛剛是找DATA吧 我們改成找 MDRD GFR 這樣可以嗎 這是FALSE GFR S 好 這兩行執行完之後 這個東西是不是 最後一筆日期 這是不是最後一筆 GFR 然後一樣 LAST DATA 抓出來 然後LAST GFR 這樣我是不是就找出了最後一筆 GFR跟最後一筆DATA 可以嗎 這就是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 我有採用的DATA 跟最後一筆 我有採用的GFR 然後接著 我是不是可以把 日期相檢 檢出來 這個DIF就是 我當下DK筆DATA 減掉最後一筆DATA 對吧 這個檢出來之後 這個檢出來之後 是不是 DIF DATA 然後一樣 再把GFR 檢出來 DIF. DIF.GFR 等於 DK筆 GFR在哪裡 這裡 DK筆GFR 減掉LAST GFR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那這樣我是不是減出兩個DIF 第一個DIF是時間 第二個DIF.GFR 第二個DIF.GFR 我們 GFR的差距 把這兩個相除 好 當然你直接相除 一定是不行除的啦 因為第二個格式又不對了 對不對 把它改成Numeric 這個相除 這個相除是不是日變化率 把它乘以30 這個東西 slope 等於這個東西 乘以30 這樣就是月變化率對不對 那這個slope 如果 小於2 如果 大於2 或者是 小於-2 我就要把它 如果大於2的話 就是 True 對不對 如果大於2的話 就是True 就是 就代表它錯了 對不對 如果 如果 這個要改成Longer 然後或者是 slope 小於2 當然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用 假設說slope的平方 要大於4 之類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就可以直寫一個 好 那這樣子是不是 DK比就做完了 我們來執行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病人的資料 好 第二筆也是False 它變化率沒有過快 這樣知道嗎 那我們是不是 K回圈可以把它放進來 我們把這一大串 放進我們剛剛 這裡的K回圈裡面 好 然後把I回圈也放進來 Fall I贏1到多少 N.patient 對不對 好 然後 set txt progressionBar PBI 這樣就結束了 好 那我這邊 就不執行完了 因為要執行很久 好不好 但是就是 就是這麼做 這樣知道嗎 先把FalseDate FalseDate我已經示範完了 那你就FalseGFR 抓出來 然後把FalseDate FalseGFR 抓出來 然後再 日期也相減 FalseGFR也相減 相減的相減 相處 成為斜率 斜率 大於二或者是小於負二的 就把它抓出來變成True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應該就是 難度沒有說 就是回去想想應該就會了 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課都上到這裡 到這邊為止 應該就是 資料整理的最後一節 這樣子 就是 複雜度應該 你會覺得蠻高的 因為我們現在 這前六節課 我們強迫你學 非常非常少函數 那這個 這麼少函數 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這件事情本身 就是蠻考驗邏輯的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會了 你大概就會寫層次了 這樣子 後面我們就會教你應用了 這樣子 就是後面幾節課 我們會教你非常多函數 你只要記得函數在哪裡就可以了 不用把它背起來 知道在哪裡可以抄就可以了 寫程式一定是開卷考 這樣 而且我們沒有考試 就是在追蹤 但以後你要寫程式 絕對就是有參考資料 對不對 好這樣懂嗎 所以你應該已經學會這些規則了 這個規 這些真的是非常 就是 主要就是熟練利用回圈 什麼事情都在腦袋裡面想一遍 如果我用手做要怎麼做 那我再用電腦把它指揮它做完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上課都上到這裡 阿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阿 每次問這個都沒有問題 好就這樣喔 好下課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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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